這就比較欠了 這就不太欠了 工人拿著鏟子 將大量的泥沙從水溝中撈起來 旁邊已經堆了十多包清出來的沙包 而光是要將青仔像這一條水溝進行清淤 就花費了許多功夫 當地民眾說 還有中山路以及學田路 水溝也是充滿大量的泥沙 讓大家非常擔憂 先說我們這個水流比較高 水比較低 水整個都卡在 水現在落後也沒出來了 那整個淹了之後就大家就賣離中 本來都清潔的時候 水是先落到中山路去 這中山路也蓋起來 所以現在才落到千仔方來 千仔方來 剛才在現場看 這千仔方來到這裡的時候 本山車 兩邊你看也都有塗 水溝會毒的這麼嚴重 居民將問題 直指到學田路上 這一處施工中的工廠廠房 包商疑似因為工程需要而抽取地下水 卻沒有做好過濾措施 就把夾帶大量沙子的水流排入了道路的水溝 地方是馬翻天 浴沙積得很高 所以我們水流量很小 又很滿 很怕淹水 附近居民跟里長以及我們這邊都一直在反應 那有要求施工單位先做人工的清除 那機具的清除 一併要來施作 幾乎比粉塵還要再出一點點的沙 它沒有辦法說做一個沉沙的設備 我能夠完全的過濾 所以這方面我也特別在改進 今天這裡有了沙河洗 全部都會把你弄掉 再來就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了 民眾向地方明帶陳情 並找來包商道場會刊 工地主任允諾會派出怪手與人員 清除水溝淤沙 處理相關的善後事宜 而環保局也會依照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來開罰 並要求包商要盡速將水溝恢復暢通 以利區域排水 接著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